还记得蛊惑在第一部中扮演西贡大傻的陈奎安吗 在陈浩南兄弟初见面时 曾嚣张地让他们随便来西贡玩 称这里有海鲜还能唱完投票 当时的台词可能是陈奎安急性宣传西贡 却不曾想二十多年后的西贡当真出圈了 不仅仅是因为有海鲜 还因为有他儿子藏毒一公斤 被警察当场抓包的新闻 有港媒爆料称 警员在西贡南维村将一藏毒男子抓获 并在其住处搜出了九百一十克为禁品 虽然在被捕现场的镜头下 只能看到该男子长衣长裤加面罩的形象 但围观群众还是一眼看出了 他就是陈奎安的长房嫡子程旭文 更离谱的是 他现在竟然还担任西贡南维村的村代表 很难理解身为村长的他 为何要以身犯险 并且还是在他爹的安葬之地 堂而皇之违法 但细数过往 程旭文气死老爹的操作 又何止这一个 2004年确诊鼻咽癌之后 程奎安积极接受治疗 但还是追不上癌细胞的扩散速度 最终于2009年撒手人寰 后人遵从其遗愿 将之落葬于西贡主角 大傻原想着落叶归根 逼幼儿孙 却不想失身还未凉透 而孙之争就一场接着一场地上演 彼时程奎安出病 大儿子程旭文 面色凝重地抱着一项摔盆杂瓦 而13岁的大孙子程俊贤 则含泪贵别爷爷 看似一派自笑孙贤的场面 却不曾想告别仪式刚结束 程旭文被港媒爆料 卷走了他老爹的所有遗产 导致同父一母的六岁小老弟 连生活费都拿不出来 幸好程奎安生前为人仗义 交下了包括谭永林在内的许多圈内好友 最终他们不认幼子孤苦 于是联手筹钱设立成长基金 至此程奎安的小儿子 才勉强科办着长大 用心筹谋的亲爹遗产 被他拿来涉毒运作 不知道大傻群下有知的话 会否和孙子一起跳着骂街 不过也有人觉得程旭文的堕落 虽不能原谅但能理解 大傻幼儿失学 年轻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所以成名赚钱后 他对儿孙的养育相当精心 但也仅限于金钱 儿子的心理教育方面 他是一点也帮不上忙 不仅帮不上忙还添堵 比如年轻的时候 因为讲义气坐牢 而错过儿子出生 前半段童年成长 后又喜心厌旧 休妻再娶 虽说母亲对二方陈美之进门仪式 表现得相当大度 但畸形的家庭关系 还是让程旭文的心理智力破碎 更惨的是身为精神支柱的父亲 英年早逝后 他唯一的儿子程俊贤 又在2021年末车祸离世 据报道称 车祸现场极其惨烈 不仅汽车零件撞碎了一地 25岁的程俊贤还重伤不治 当场死亡 这让随即到场的程旭文大受打击 所以有粉丝怀疑 他可能是经历了各种大起大落之后 对人生失去信心 继而破冠破摔了 不知道粉丝们的猜测 是否为程旭文心中所想 但即便有各种缘由 都不该成为涉毒违法的原因 所以就算公诉结果 是不是终身监禁尚未公布 在粉丝信中 他都担得起一句 另成家蒙羞的评价 所以如果程旭文 还有机会出来重新做人 希望能像他父亲一样 改邪归正 再走光明路 就算余生要采缝纫机了 也该时刻反省自己的过错 免得无言权下见老父亲 而程奎安呢 影片中他无恶不作 现实中他却助人为乐 一身正气 拦截因穷困潦倒之际 他默默守护他 为了保护兄弟 自己锒铛入狱 张家辉孤立无缘时 程奎安主动站在他身边 陪他渡过难关 为了温失 他到死的那一刻 都痛恨周星驰的所作所为 面恶心善的他 晚年却病痛产生 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 程奎安去世之后 他相敬如宾的两个老婆 没有互帮互助 还因为前反目成仇 有人说 程奎安天庭中正宽又平 青少之年富贵来 只怕日月偏些损 就是富贵也多灾 一个人的面相 真的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1955年 程奎安出生于香港 那个年代的家庭 即便饭都吃不上 也一直秉持人多力量大的念头 程奎安的家里一共六兄妹 他排行老大 八口之家 让本就一贫如洗的家庭 更是寸步难行 一大家子只能挤在十几瓶的汤房里 每年的冬天是他们最难熬的日子 没有暖气 还不够被子盖着睡 辗转难眠 只能相互挨紧睡 房子里连一盏没有灯都没有 只能点一根几分钱的蜡烛 蜡烛还是母亲做手工换来的钱 他们的生活可想而知的艰难 不仅没有灯 还交不起水费 每天五点钟 程奎安就领着弟弟妹妹 到村口的水坑洗澡 洗完澡就早早回家爬上床睡觉 被迫睡觉 也是因为家里没有灯 吃穿住成问题 就更别说读书识字 作为老大的程奎安 十三岁就早早辍学打工挣钱 原因是家里实在拿不出两分钱来学费 即便如此 程奎安不埋怨父母 没有上学的程奎安 跟随邻居家的大哥 来到家附近的邵氏电影制片厂工作 大哥是一个技术工 程奎安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就只能打杂 程奎安在片厂负责打扫卫生 整理一些道具 脏活累活他都干 哪里需要他 他就出现在哪里 幸运的是 这一份工作一个月能挣六十元 比母亲一晚上做手工一分钱好多了 有了钱 家里生活水平也改善了 弟弟妹妹也有疏毒 程奎安也很欣慰 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 俗话说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程奎安也想出人头地 干一番大事业 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 他在邵氏电影之片厂一干就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里 他见过太多厉害的人和事 低头看自己 还是在原地当一个杂工 他对未来迷茫了 他提出了辞职 当天就有几个小混混拦住了程奎安 问他是不是在找工作 程奎安看他们穿着流里流气 便不搭理他们 谁知 一个小伙子直接挡住他的去路 程奎安健壮丝毫不怕地问道 兄弟想干什么 没事找事吗 小伙子指着其中一个混混说道 我们大哥想认识你 男子走上前 派着程奎安的肩膀说道 兄弟 我路子也有挣快钱的渠道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程奎安被快钱二字勾了魂 便答应详细聊聊 一番交谈过后 程奎安才得知 他们所谓的挣快钱的方式 是当一名打手 在那个年代里 香港存在很对帮派 帮派与帮派之间存在矛盾 一言不合就撸价 程奎安的日常工作就是打来打去 即便被打到鼻青脸肿 程奎安也愿意 因为一个月的收入 比起以前的杂工 要多出十倍以上 程奎安这张脸 非常适合去催收债 但凡他去收 就没有不敢给 以此 程奎安在收债时 和人发生了争执 干假的时候 一个小弟用力过矛 把对方的一条胳膊 给砍了下来 事后 受害者只记得程奎安的模样 粗眉毛和狠狠的眼神 一面的大胡子 警察听后 便对应了 长得凶神恶煞的程奎安 警察找上门后 问了他一番话后 就把他带回了警署 警察审问他时 有没有其他同伙 他回答 没有 就我自己 程奎安为了保护小弟的安全 牺牲自己 最终被看刑四年 在狱中 程奎安表现良好 捡了一年多的刑 提前释放他 出狱后的程奎安 进行了自我反省 做打手不是长久之计 他找到老板 说他不干了 老板尝试挽留他 程奎安铁了心要离开 老板便放他走 两人之后还成为了朋友 两年半没有工作 之前正的积蓄 也花得七七八八了 程奎安出去找工作 处处碰壁 还遭人嫌弃他 没有文化还坐过牢 根本没有什么敢聘用他 为了养家 程奎安放下面子 又回到了邵氏电影厂当杂工 彼时的他 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郁郁寡欢的他 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就在这时 他程奎安的贵人 出现了梁小龙 梁小龙主动提出 让程奎安跟随他做武行 程奎安听后 非常的震惊 自己啥都不会 武行他压根就不懂 搞笑的程奎安说 我什么也不会 看人我就会 梁小龙挥一挥手说道 没所谓 我叫你来你就来 就这样懵懵懂懂的 当了武行 程奎安的第一次表演 只有一个尽头 一句台词 上 上啊 一次龙套的体验 让他萌生当演员的心 他把想法告诉梁小龙后 梁小龙会给他 安排一些坏人的角色 程奎安十分满足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一天还要百来圆的收入 程奎安演的坏人 都是让人咬牙切齿地恨他 坏人的形象 也都刻在了观众的心里 挣了大钱之后 程奎安也学人家娶二房太太 二房老婆陈美之 年轻貌美 善解人意 程奎安对他相当满意 程奎安也不嫌弃 二房老婆的头衔 毅然决然地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大房和二房的关系 表面上相处非常融洽 情同姐妹一般 这一点也是让程奎安最欣慰的一点 2004年 程奎安在印度拍摄贺岁电影《喜马拉雅星》时 突感身体不适 便去就医 结果 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脖子上有一个流子 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 程奎安一直硬撑下去 等他回到香港就医时 不幸的他被确诊患有鼻烟来 经过化疗 一个月内 他的体重下降60斤 但他依旧很乐观抗癌 在他患病期间 有好友送来百万现金 但他没有受 曾志伟给他送上好的灵芝 张家辉陪伴在他的病床前 即便患癌 他一心还想拍戏 为了证明他可以 他参加拉力赛 然而命运多舛 他没有战胜病魔 A细胞扩散到了全身 他的身子越来越虚弱 他回到了老家 出钱修路 盖房子 2009年 54岁的程奎安 因癌症去世 生前的好友 纷纷来送他最后一场 2021年 长子的儿子程俊贤 不幸发生了车祸去世了 程俊贤年仅不过25岁 这正是花一年的年纪 不知午夜梦醒时分 成奎安的大儿子 可曾后悔霸占弟弟的遗产 有人说 父母犯过的错 早晚都会报应在孩子身上 父母行恶 子女遭殃 千百年来 是肩上的报应从来不爽 或是历史报 或是延后报 或是历史报 或是来世报 或报应在自己身上 或报应在子女身上 因此 老话说得好 积德积德 父母尤其要为子女积德 否则不仅子女遭殃 极端者可是家头人亡